練習是怎樣,就是這個Minds的CAI是直接 Minds CAI這裡,所以你可能要找一下前面或者你之前有存檔的話 主要是這個啦,這個東西 它原來是寫固定寫死的 寫死的話以後沒有彈性的嘛,比如說我今天只能做1到12月 那我如果今天要改成其他的單字來練習的話 那這個地方就變成除非修改程式啦 那如果你將來希望以後不是固定的,而是外部可以讀取資料來改變的話 所以你可能需要什麼 第一個你需要一個檔案 第二個把它讀進來 檔案 檔案讀進來我們是用那個open的方式 可是open 讀進來的東西它是一個object,一個物件,你不能直接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object 變成一個leaser,有沒有,中瓜湖有沒有 開頭中瓜湖結束這個叫leaser,早上講的串列 那你就必須怎麼樣,把這個object裡面的東西 先變成字串 再透過那個字串裡面的Sprits的方法,把它切割成一個leaser 所以這後面的話 大概會有幾個做法,所以我這邊又把原來這個Mind CAI 我把它複製啊,記得這個複製動作很重要,因為很多同學直接改 改完之後的話,你就看不到舊的 所以我的習慣 要不然就是說你把這個程式先鑄結掉 然後也保留住啦,不過我習慣還是另外Copy貼上 所以我有個Mind CAI 2 那這個裡面的話就是怎麼樣 我就做了幾件事情 這個 總共就是從這邊一直到這邊 本來的那個Mind Stream 後面的東西 就可以透過總共這邊有四行程式 所以這四行程式很重要 然後呢,如果你剛剛的部分如果沒有記起來沒關係 你這邊 現在根目裡面產生一個Mind CAI 這個 的一個文字檔 我是把它放在這個 我們專案 Workspace裡面的專案底下的這個package 那底下按右鍵 其實你可以新增 一個文字檔 按右鍵新增 這個 Test Document 就是 純文字檔 那檔名的話就是Mind CAI 把這些東西貼上了 反正以後 你要做Python這樣的相關應用 外部的檔案都可以用這種方式 他會自己找到同一個根目底下 會有這個mins.tst 那可能需要注意的就是說呢 他的編碼方式 預設一定是 ANSI 那讀取都不會亂 除非說你的檔案是從網路上下載下來 有些是UTU8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能就要encoding要改一下 好,那這個地方 有檔案了 可是這個檔案我要怎麼樣把它變成字串 字串之後變成一個list 所以會有 一行是把它開起來變成物件 一行開起來再把它丟到一個字串 一行就是在做切割 所以有三行程式 那這個也不用背了 因為 其實有時候如果你忘記的沒關係 雲端上 我為什麼把它貼上 反正以後你忘記你可以在這邊看一下 第一行 有沒有 FO等於open 這個檔案 豆點後面就是 是讀 是讀還是寫 如果是讀的話就R 如果是寫的話就W 豆點如果你後面假設是UTU8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再加編碼方 如果說你是ANSI的話 你這個地方呢 這一行 就可以 怎麼樣 delete掉不用 OK 也就預設是 ANSI就好了 反正你只要開檔 因為Windows 環境下可能比較特殊 不過Mac你可能試試看 Mac可能 不見得預設是ANSI 有可能是UTU8 那有可能你就後面那一行一定要加 OK 這個地方的話你可能 就是再try一下 Linux也不太一樣 所以有時候你開發環境不同 你可能要先確認一下 print 我們把它讀進來 這個是變FO 然後這個是什麼 把這個FO裡面讀到第一行 reline就是 讀一行 放在 A A的話是一個字串 然後呢再來就是FO把它關掉 並且把它做切割再丟到裡面去了 剛好同學問到說那FO是什麼 如果FO你不知道沒關係 反正這邊設中斷點 對不對 我講過了 反正以後中斷點 跟 除錯模式真的太重要 他可以讓你撰寫程式的時候呢 可以很充容的撰寫程式 不需要一直亂try 那我發現很多人真的是亂try程式 錯了也不知道哪裡錯反正最後try出來對了 可是為什麼對了不知道 問什麼不知道反正不要問我 甚至有些同學還跟我講說 老師因為我這是 Google道的程式 我只是把它改一下而已 改哪裡我也不知道 改出來就是你要看到的結果 所以你這樣知道哪叫學程式 我寧可你慢慢寫你也不要全部操人家 什麼都不知道 那如果說你FO不知道沒關係 中斷一下嘛 這邊是個中斷點 除錯模式按ok對不對 那你會觀察什麼呢 切到那個除錯模式裡面 按yes 這個時候呢 他會停在FO的下一行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一定會有個變數 叫FO 那FO裡面是放什麼東西 他會告訴你 他是什麼呢 這個 就這個物件的名稱 叫什麼 TES TESIO 什麼 repper 這個物件 那裡面就放這些東西 而且他 裡面還有一些相關的敘述 CP950 然後這個名稱 但是呢 裡面你看不到他有什麼東西 因為基本上他是一個物件 除非你去解析他 那怎麼解析他呢 我們是用那個什麼呢 就是read readline 方法 去把它read出來 一定要用readline才可以 或者其他還有方法 就是 把資料讀進來才ok 那另外當然你可以 假如說這個太複雜 你們可以把它改寫 我後來把那個早上的那個 改成這樣子 也許你也可以 如果不要那麼複雜 你也可以 open這個 一樣 放在FO 跟FO名稱 反正只是名稱的差異 那 forline inf 另外一種敘述就是如果你有多行的話 你可以寫一個 回圈敘述 那這個回圈敘述的話你可以 forline inf 比如說你有很多行 那你可以 一行一行的把它讀出來 那你可以多行 那一樣把它sprint了之後 把這個東西print了 最後把它close ok 那是有這樣的一個 方式 可以看他print 一樣嘛 就是 反正你可以 剛開始啦 反正你就大概知道 應該可以看懂嗎 open 它 用read的方法 讀到這裡 然後呢 一行 讀過來 所以他會先讀一行 因為只有一行 所以只會讀一行 那一行讀進來之後 它會是一個字串 把它切割 切割完之後放在a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 它會是一個什麼什麼東西呢 執行 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它就是會變成一個像這樣的 啊其實就是一個list 所以 這個範例實際上就是什麼 把一個檔案 變成一個list的過程 OK 應該可以理解啦 檔案 這個檔案喔 開檔 變成一個list 串列 中間經過什麼 一個物件 然後 讀出一行 把它做切割 切割過來之後呢 就變一個list 這個list出來的結果 切割就是因為 我們原來檔案裡面 這樣看不清楚 把這個檔開起來就清楚了 慢死 沒出現 因為這個 把這個 筆畫 OK 有沒有 原來不是這個嗎 逗點嗎 逗點的話 當然你不能夠直接塞到list 你必須藉由切割 比如說你 Sprint的意思是說 找到逗點 前面這個 幫你放在第1個裡面 OK 放在第2個 有沒有 放在第2個裡面 這個叫切割 這很重要因為 往後 還蠻多機會從網路上撈資料的時候 網路上很多表格資料 或者一些你需要的資料 那你 預先大部分都還是會先放在list 或者是dictionary 就是字典檔裡面 OK OK吧 這邊有沒有 不清楚 OK 請各位 試試看 把那個前面 慢cia 轉換 重點實際上就是把檔案變成list 的過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這只是說 後面那個 讀檔 如果你有多行 你可能不只一行 多行的話 那你可以用read a line 一行一行讀進來 一行一行做解析 齁